今天來我們廚房的三位來賓 哎呀 真的是 青春洋溢 男的帥 女的呢 哎呦 每個都性感漂亮 我怎麼了 製作單位怎麼了 為什麼會趕三位年輕人來嚇我呢 我不是被嚇大的 趕快把他們請出來吧 來 歡迎陳奕容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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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美少姐 嗨 嗨 你看年輕真好 比比看 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也不小了 對啊 保養得好 我看你是從那個 以前也是個團體 對 非常好 對對對 你看那時候年輕小夥子到現在已經 現在是熟男了吧 對對 現在是熟男 小熟男 親手 所以這兩位是 也有點熟 所以是大元 大元 對 POPPULADY POPPULADY 所以你對小師妹都很好囉 真的 你為什麼要自己抱呢 開玩笑 為什麼呢 沒有 因為我們感情都不錯 對 所以他們會整你嗎 是 我們會整她 對啊 我很照顧她們 然後她每次 因為我們公司來講好了 我們公司每個人就是有什麼作品 海報都會貼在公司的門口 或辦公司 對 然後也是有進公司 對 為什麼的海報被人家畫 什麼有惡魔角啊 然後什麼有流鼻子啊 我想說到底是誰 這麼有種感 在我的海報上面動 結果後來就是我最疼愛的小師妹們 很棒 這表示你人緣好人家才會這麼做 但是跟你熟才可以 每天都多加一筆 對 而且他們 其實還是很有禮貌 他們出專輯都會寫給我 然後也逢年過節會寫卡片給我 在寫內容讓我看得又不錯 有點哭笑不得 對 所以現在 師兄 請問一下 那你有做過菜給師妹們常常過嗎 沒有耶 真的 真的 所以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你會做菜嗎 一點點 不能說完全不會 因為以前畢竟一個人在溫哥華住了六年 是 就是餓不死的那一種 是 什麼都可以煮 什麼都可以吃 留學生有三寶 什麼寶 電鍋 微波爐 烤爐 就是沒有寶 都很寶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在那邊就是寶 對 一定要帶那個大什麼電鍋去 對 可以蒸 不只煮飯 是 小師妹 那在家裡會自己烹調嗎 其實我們是五個人一起住在宿舍的 對 那大家應該是一起煮泡麵吧 沒有沒有沒有 有兩個人特別會煮飯 然後其他就是等著吃這樣 等著吃 是說大員你都等吃 對 我就等著吃的那一個 寶人會比較會做菜 我們是幾個會一起做 然後他們就會幫我們備料 然後我們就會煮一整桌菜這樣子 所以今天 感覺好像又要看飽了 好像是這樣 沒有 我可以在旁邊備料 也可以看我備料 可是大員 我怕他都吃掉 大員感覺備料都有在偷吃 真的耶 真的假的 沒關係啦 今天反正就是大家好玩嘛 然後做給觀眾朋友學習 我們來學習的 一起來學習 是耶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 跟老師要配的上次 為什麼是… 老師 妳喜歡嗎 所以你們要把仙科 做一個非常好吃的料理叫做 鐵板仙科豆腐 對 而且仙科對男生很好對不對 對 為什麼 我們也想吃 先問一個問題 我先問問題好不好 要吃這條錢 對 才讓你生吃 答對就讓你生吃好不好 答對 我煮熟再給你吃 好 麻煩請三位我們猜個錢 我們一半就可以答 答對 我們就可以吃喔 好 來 大師兄讓一下小師妹 好 來 請 小師妹 真的是小師妹 對 來 妳要答 答對 我們就可以吃喔 好 請問 好 這個問題就是 全科要如何料理才好吃 A 滾水入鍋 B 熄火燙泡 仙科在吃火鍋的時候 一定會有對不對 是 很快就是要 那妳覺得妳會丟仙科的時候 妳火鍋還要熄火才丟嗎 還是妳會直接丟 我不會 我會直接 可能師兄給妳是錯誤的引導喔 真的 我都說 師兄你今天演得好原話 到底是幫我還是陷阱呢 他幫你 所以呢 滾水入鍋呢 還是B 熄火 給它泡在裡面 應該是 我才B好了 那B是熄火泡 是 原外有問題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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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像是 很像是耶 確定 沒關係 這個問題 待會兒就在我操作當中知道 對 好 那我現在先來做這個豆腐的部分 因為我們待會兒 我們是用一般的這個 是有算板豆腐 那板豆腐的時候呢 我們先大概把它切成塊狀 千萬不要切的這個太大 小小的 好 對 在砧板上切就可以了 那因為這個豆腐啊 第一個 我們必須用這個熱水啊 先下去燙 這很重要 為什麼要用熱水下去燙 為什麼 如果你直接下去煮的話 豆腐它的裡面的那個 溫度啊 進不去 所以你在煮太久的時候 而且豆腐會很容易出水 對 對 還有一個就容易散掉對不對 對 很容易散掉 那我們在煮豆腐的時候 這裡面呢 這個水面再加到 一小長匙的鹽巴 鹽 放點鹽巴 對 除了提味之外呢 可以讓豆腐 比較入味一點吧 對 很容易就是可以入味這樣子 上面煮 薑 蔥 蒜 又 鮮 鮮 我今天這一集誰瘦的咧 真的 我吃完以後鐵板要撞頭了 真的 表演鐵板碎大石 碎鐵板 鐵板很可愛 對 我們這個豆腐喔 可以稍微可以看一下 剛剛沒有汆燙的豆腐 跟有汆燙過的豆腐 你看它這個毛細孔都打開了 都打開了 對 打開的時候 待會兒再醬料再進去的時候 豆腐才有味道 對 所以我們就稍微把這個豆腐 所以剛剛那個過程 就是放點鹽巴 就是讓毛細孔打開 對 可以等一下它比較好收汁 收汁 而且入味比較快 那仙客人要注意一點喔 因為我們在裡面就是 仙客它本身有那個海味 還有一些比較不好的雜味很多 對 所以裡面要再放一樣東西 好 吃什麼東西 對 來 喔 這個就白醋 白醋 對 因為你加點白醋 放到水裡面去 對 因為醋的話它有很多的功效 有這個殺菌 然後去腥體味 對 沒有吸 然後呢 沒有吸 要吸了 要吸了 來 看清楚 我們仙客在這個熱水裡 對 你要起火用泡的方式 然後泡到手 師傅你確定你不再開火 對 不開了 真的是起火 那邊沒瓦斯 其實是瓦斯沒了 我也是沒了 瓦斯沒了 來 好 那我這個 鐵板 對 鐵板先來這邊 小小的火把它加個熱 好 爆香料 可能就是依序下去炒 好 來這個薑末先下去 對 稍微有點溫度就可以 溫度不用太高 然後呢 再來 蒜頭 這兩樣東西啊 對於像我們做這道菜非常好 非常需要這兩樣蒜跟鐵 一定要提那個味道啊 對 聞到香氣之後開始 我們要先下調味料 這道菜很注意 就是調味料 這是豆腐嗎 這是豆腐 豆腐 對 豆腐 豆腐有分乾的跟濕的 一般的話 我們買濕的對不對 可以用濕的豆腐 你可以不用再去炒過 對 這個大概一大匙就夠了 味道不要太多 比較不會濕講 如果你買乾的話 就一定要泡水 因為它很鹹 它鹽巴很多 對 來 醬油 先看 這個都一定要先看 我會提醒你 不能用膏是不是 其實一般來講 一年度 這個時候不需要用膏 對 用醬油用 用醬油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來 醬油 先讓這個醬油的香氣出來 是 然後再來 糖 這個每樣東西都要看清楚 來 因為我們節目啊 你知道嗎 其實有時候會整的 其實還蠻可怕的 整的 對 你現在看這樣子 待會我們吃的不知道 是不是這道菜 一定不錯 還好是法羅猜 對不是 好 好 這兩個東西先下去炒一下 把那個醬油香氣跟味道 把它炒出來 然後這時候要加一點水 加一點點水 對 加點水 水的量呢大概就是 把我們的這些食材 可以蓋到就可以了 好 好 豆腐加下去囉 讓它滷一下 豆腐一定要先下去滷 那滷的時候 我們盡量用筷子輕輕的去推啊 如果你的筷子不好推的話 你就稍微用搖晃的 不要去翻它 那我這邊先喝 大概差不多三分鐘了 我就把它倒出 那那個蒜苗呢師傅 蒜苗那個要用晚一點 不急 不急 對 先喝可以讓你們先 稍微看一下 你看一下 稍微聞一下它的味道 有沒有那個新的新臭味 有一點點白醋味 香香的 香 它好大顆喔 新臭味就已經不見了 不見了 有白醋真的厲害 對 帶一點醋的味道 以前都不知道要加白醋 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加這個蔥啊 先放下去了 先放蔥 對 蔥放下去炒一下 然後一點的這個辣椒 辣椒 不要太多喔 稍微有點顏色就可以了 顏色也好看 要帶一點點的這個太白粉水 一點點的水 一點點的水 對對對 然後不要太多喔 然後輕輕的稍微搖晃一下 這個時候 來 鮮顆全部放進來 師傅這樣會不會太浪費 鮮顆比豆腐還多耶 對 來到我們這邊就濕了 人家外面都兩三顆 你這邊是比豆腐還多 對 稍微把它搖晃一下 一鍋起來 我們帶一點的米酒 好香的鍋邊 然後呢 還有米酒的這個好朋友 烏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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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這個帶個鍋邊 鍋邊醋 然後呢 最後這個蒜苗 再給它上去 全部給它下去 對 全部給它下去 好 鐵板 來 要把它倒進來就好 好 來 感覺鐵板不夠放喔 天啊 都掉出來了 真的是喔 就完成了我們今天這一道 鐵板鮮顆豆腐 好香喔 又可以把我們嘀嗶一下嗎 很香 是姐妹吧 非常明顯的味道 有嗎 有 好香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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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的新鮮 有豆豉跟醋的味道 它裡面它還有那個 我跟你說 你會覺得鮮蚵裡面有醋 對 好像會有醋的味道 一點都沒有 而且真的 鵝啊 你如果把它就是生吃 或者是燙一下沒有加醋的話 吃起來真的還是會有一種 多少有一點 我覺得有一種石油味道 石油味 對 油味 可是這個都沒有 對 加醋真的是有它的功效在 所以就像你們在吃那個Buffet有沒有 吃到那個生蠔 它就加點什麼檸檬醋 對啊 一定要加一點 或者有一點蒜 對 你吃不完吧 如果你先吃完的話 至少把蒜苗跟豆豉 留給我們兩個 像是這一種 對 辣椒 辣椒給大圓 好 非常好 原來 原來你不要這麼說 對 不然我呢 知道三位要來 其實真的啦 沒有猜 我們也不是那個 它也是隨便猜都猜對了嘛 對不對 所以讓兩位不好意思在那邊怠慢了 好 那怎麼好意思呢 白飯 白飯 我們要先吃蒜苗了 我們請妳吃最精華的 你不要換白飯 這樣可以嗎 最精華的 最精華的 對啊 該有的配備都有了 美秀姐怎麼知道我個人喜歡吃豆腐 真的嗎 因為妳叫原外啊 所以妳喜歡吃豆腐 師妹妳的豆腐可以借我吃一下嗎 變蛋 不知道 師妹妳的豆腐可以借我吃一下嗎 你自己也有嗎 太好笑了 有這個後一下嗎 還在後 是 沒關係啦 你也不用擔心 有待會兒幾半都給你 好 我們謝謝龍師傅 謝謝 謝謝 謝謝